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吉祥比修 今天想要给大家谈论因果这个课题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财富 什么是财富的因 财富的因基本上就是一个慷慨的心 不贪的心 因为我们的心有不贪 所以不贪我们愿意不失 愿意奉献 然后我们看到需要的人 我们会不失给疑 我们可以给财不失 或者是我们有好的东西 我们自己珍惜的 我们也能够看到别人需要 或者别人想要 我们愿意不失给别人 所以这种无贪的心 就是未来让我们带来财富的因了 在这里我们看看佛陀的教法五戒 那么这个第一个戒 不杀生 它就是确保我们能够健康 能够长寿 就是如果你不伤害生命 那是这个 第二个戒呢 不偷盗 就是别人没有给的 我们不要去抢 不要去偷 那是这个就是财富 这个让我们减少这个消除这个贫穷的因 不要种下贫穷的因 如果我们去偷 去抢 这个给我们未来种下贫穷的这个种子 那未来呢 我们面对到果报的时候呢 偷盗的果报 这是贫穷 当然如果是严重的 他的祭司的果报呢 甚至是下苦戒 下地狱的 那如果我们能够多做布施 多行布施 多行善 那么呢 这个就是财富的因了 那不只是如此 比如说如果你布施食物啊 给需要的人啊 给修行人啊 给需要的穷人啊 等等 那你做这些布施呢 你得到的还不只是财富 你还可以有力量啊 长寿 美貌啊 等等 所以这个是财富的因 另一个 人们认为 需要很多人都寻求这方面的 这个觉得是快乐的一个因素的 是 特别是女众嘛 就是美貌 那么呢 但是如果一个人 他想要得到美貌 有未来了 希望自己的未来 会长得人见人爱的 那么呢 他就应该多培养这个慈爱的心 一个慈爱的心呢 他带来的果报呢 是 是美貌 如果一个人常常生气 你看 如果你生气的时候 你们到镜子面前看一下 是不是很难看 多少人会喜欢看一个生气的人 称恨心强的人 谁喜欢亲近 坐在旁边可能感觉到都不是刺猬的 所以同样的 那个模样也难看 那不只是现在难看 未来这个称恨心的那个果报 就是长得比较丑的 而相反的 慈爱的心呢 如果你慈心带人 你爱心带人 其实呢 现在你 以那个爱心的模样呢 别人看到 都会人见人爱 那么 如果这个 爱心的善业 成熟 的时候呢 未来是 那他就是 带来的 就是美貌 你就是一个 很好看 很庄严的面孔 那么 也会受人们的 喜爱 感谢观看